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被称为单挑王的男人 对不对 尽管这十年中 三国沙加入了 可以说加入了无数武将 孙权时至今日 仍然是单挑最顶级的那一批武将 可能他不一定就是第一名了 对吧 因为有的武将像什么 他一生之敌 神吕蒙啊 还有那个一些新SP的那几个武将 什么新SP的那个庞统 还有新SP的这个文武盟嘛 那个吕蒙 大家很多玩家很多不知道这些武将了 这也是比较早以前的了 就是老玩家可能知道这些武将 这些武将能够跟孙权这个一点都不虚孙权 但是总体来讲 孙权一直是一个单挑王的这么一个定位 无论是身份局 还是在国战中 国战的孙权虽然做了一些限制 就是那个 制衡最多为体的上限 但是呢 在国战中多数情况下 这种这个制衡还是够用的 所以在国战中 孙权的很多组合也是单挑非常非常强的 虽然不敢说一定就是最强的 因为他比如说面对国战以后有些恐怖的组合 像什么 加击啊 落鬼啊 包括师徒啊 这些组合都很强 孙权不敢说就能赢他们 但是面对多数组合 孙权还是绝对很强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 正是因为他常年这个单挑王这个名声 导致孙权在四任局和三任局的时候很容易成为最先出局的那个人 因为他很容易被人激活 而他虽然单挑强 他却并不具备一打二的能力 这点我没经常讲过的 有几个组合是单挑非常非常强的 比如孙权系的组合 比如说师徒 这些人都是单挑很强 但是他们并没有很出色的一刹打多的优势 他们在一打二的时候往往会 三任局被两个人连手给打死 因为这几个人都是需要很漫长的这个回合 把这个优势逐渐积累过起来的 虽然这几个组合一旦跟他就单挑以后 他打得很慢 但是你作为他的对手 你几乎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但是毕竟他这个优势还是要积累出来的 所以在三任局中很有可能两个人一发的一个把他打死了 而相反的就是另外一些组合 不仅单挑强 而且可以一刹打多 因为他们是有很强的爆发能力 可以瞬间把局势打下来 比如说真机系的这个 伪亚真机 司马这批 还有孙上香系的 甘宁孙上香 陆迅索上香 这些人都是有这个1打2能力 正因为如此 孙权在国战中很多时候发挥是很受限制的 我们知道这个优势主打 他的属性就是单挑 单挑是他的最想象 可是怎么样进入单挑 往往是一个问题 而且你即使进入单挑 很多时候往往就已经 状态已经变得很差了 而孙权这个优势上又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一旦状态变得很差 那么在单挑中 他的发挥会大打在口名下 制衡这个牌 这个技能 是建立在你有很多牌 包括装备的基础上的 如果你本身牌都不够 那你这个制衡的技能 自然他的实力 也有大打折扣 关于制衡具体这个技能的收益在哪里 我们在三国沙牌队分析学 这个视频里面 也是非常非常详细的给大家分析过来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 而不像像真机系的组合 包括陆迅孙权香这组合 都是能够原地起爆的 其实中然再差 他们也是有很强的发挥的 包括周泰孙笨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主要给大家看看 孙权怎么进单挑 以及进单挑以后 应该怎么样打 才能让自己更好的获得胜利 不要让自己忽负了单挑王 这么一个美名 好 那么说了这么多 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一次的路线 欢迎来给我们投稿 我们的投稿邮箱室 4条写SJS 爱的雅虎邮箱 什么好玩的视频都可以有 如果 尤其是身份局 对吧 因为我现在特别特别缺乏身份局的素材 然后 大家投稿的时候 一定要这个著名投稿原因 就是说你视频的亮点在哪里 至少把你的视频重新命名一下 不然你是一个三国上游戏记录 我也实在不知道你的视频在讲什么 对不对 那么QQQ 638 35的西藏 欢迎大家加入 我们选家的话 应该没什么好讲了吧 选黄盖孙权 4倍4嘛 因为孙权陆迅他太蠢了 这个两个过牌的又去 没有摸牌能力 是吧 黄盖陆迅 俱乐是个很强的杂技武将 是吧 无数生有 有不出生吴 无数生有 有不出生吴 特别有意思 对吧 当然呢 他伴随着这个过程 是他的血不断的减少 所以也是很蠢的一个诺 那么黄盖孙权 这个单挑应该是非常非常强的 是吧 虽然这两个武将实际上 他的节奏 搭不上 黄盖是这个 打一波的武将 孙权是个 系数上流的武将 对吧 但是呢 在黄盖如果要爆发的那一轮 孙权还是能给他提供一个 这时候可以 有黄盖子 可以让孙权的这个血牌转换 大家灵活 不至于有时候 孙权那个四血灵牌 这是很尴尬的 因为有时候四血灵牌 反而还不如这个 三血两牌有时候 因为孙权的牌还是很关键的 那么到我们回合 这个移大牢一开 这个手牌应该还是不错的 是吧 流南蛮流沙 要逃流闪 应该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很快一点 局面到目前为止 应该是这个风平浪景 我们也看到 前面有人切了 只一只笔 要把这笔重铸了 唯一弯不下理野这个举动 对吧 就是你手牌 已经溢出的情况下 为什么要重铸自己之笔呢 除非你手里 谁那一张杀都没有 那这个时候 确实要重铸自己之笔 不然你这个没有杀的话 很危险 有时候你 就是缺一张闪的话 我是不接你 重铸自己之笔的 因为你重铸了 找不到那张闪 而且这笔本身是个 战略意义很强的牌 是能够 帮你这个 看清局势的牌 所以我觉得可能 反而来讲 还用一下 会比较好 藏手里面总比这个 别重铸了千万 你看这个人才知道 看一下你 看得好 什么事都不错的 那到我们回合 希望能摸装备吧 摸不到就算了吧 黄盖这个武将 实际上挺值得说 就是很多时候 这个武将 我觉得在国战中 真的是一个被低估过的武将 你看黄盖 是有非常非常强的 一波能力的 但是问题 在于50%以上的黄盖玩家 拿到了这个武将 接码苦一波 上来就直接苦 然后放弃治疗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可惜 他不仅仅是 这个黄盖苏让枪 这个组合那么强 当然黄盖苏让枪 也是需要你虚报的 不是说上来就苦 上来就苦 是没用的 黄盖苏让枪这个武将 我们前面好像 有一期视频也说过了 他一旦把这个装备 都前期攒差不多 然后等到第一次洗他以后 并且随时注意一下 这个祝贝莲奴的走向 那么很容易 就能够双弱开队 好 这边出了一个 孙特莱尔斯 很强烈的一个队友 拿了一个联奴 感觉就能干大事呢 但是佳续有个 这个华国圣挺烦的 再杀一刀 佳续这个天的神盾 那孙特也不含糊 诶 这样打了自破 挺好的 那我们上架这里 选择看戏 那我们呢 自然也给他看戏 两个群群 还没有到我们面 出手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 一般上除非是 自己能尽优 是不然我们得 等到四个群群 才会出手 然后这个鲁住 把牌给了这个 不知道想什么 所以说有时候真的是 很不喜欢玩无垢 你知道吗 你玩无垢就很容易 遇到这种队友 确实你说三观上 这个比较水平 比较差一点的玩家 是有的 对不对 他在每个式的 可能性相等 但是这种玩家 一旦出现了无垢 这个对于无垢的影响 就非常非常大 对吧 同样一个新手 他去了卫国 可能对无垢的影响 不是很大 你该卖卖 该杀杀 很简单嘛 但是你说去无垢 稍微一步小心 这个操作失误 就能够把你国带崩 你比如这个鲁住 对不对 直接无法往回 把自己玩死了 然后这里误区了 直接放弃 所以你说 你这好意思说 你是祖国的希望吗 至少你不会是 无国的希望 对吧 所以遇到各种人 有什么办法了 所以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这里看点别的 有的玩家说 难道玩国战 一定要按着吗 我就不能先亮相吗 你不让我们亮相的 依据是什么 说亮相会不会被别人打 那我亮相以后 我不打人 我做好自己的防御 这样嘲讽 不就可以了吗 理论上你这样做 确实没问题 但是你没有可能 有问题 你亮相以后 你确实可以通过一些举动 降低你自己的嘲讽 但是你不能保证 你的队友 会不会突然冒出来一个 对不对 你说我是一个姜维 我先亮相要给自己 复过牌 没有问题 但是呢 然后我们突然 莫名其妙要 倒出一个张飞 要跟你打团 两个人打一个团 最后谁都打不死 然后把你属过 变成了一个大国 然后所有人一起 把你们俩灭掉 所以这个时候 很多时候咱们不亮相 也是没有一个人意 可能我们俩这样 能够过一些牌 但是呢 你比如这一局 我把你俩瞬间是可以扣拍 但是如果你亮出瞬间 然后这个鲁素 莫名其妙的投资 跟你一起亮 然后素人去打我们 那不就输了吗 所以咱们平时还是这个 没有到必要的时候 就不需要亮相 参见我们的亮相时机 我们也讲过了 那这个时候 你看这恐龙也是特别的自信 连大都不开 感觉满满的嘲讽 那我觉得你可能 要为这个举动后悔了 你这个大如果不开的话 那可能我们就要一波 把你打死了 对不对 我觉得这里一点 就应该有很多人去做 把自己截了把恐龙连上 难道要杀孙策吗 你一个水晶杀孙策吗 难道你啊 真的敢这样玩 真会坏满的队友 他这样虽然救了孙策 但是孙策现在也半死不活了 嘲讽也全转移到他身上了 所以真的很可恶 那这里我们如果不杀恐龙的话 感觉也不好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手牌 你如果不出来的话 这帮人叫蒙君会很恨我们的 我倒不是说 觉得这个局面会崩 我主要是怕这帮蒙君记恨我们 所以这里还是出来吧 因为你如果不打恐龙 把恐龙打死 那么田锋也要跟着死下来 如果田锋死了 我们这里只能收两张牌 瞬间很尴尬 我们就成了一个大活 那不过咱们先过牌回血 把自己回满血 那么这里 这个乐非要乐一下 这甲许吧 因为这里虽然说我们不希望惹事 但是你这里其实不打甲许 甲许一定会打无活的罪 那既然如此 我们还不法乐一下 当然没乐住就没办法 那希望孙策会回来死吧 因为我们现在状态 跟孙策差很大了 所以一般的玩家 这里肯定是差孙策 所以就不担心 这里就怕一个同样 射率非常非常高的问题 那他就很有可能 这里跑步杀我们 平均加血 那这一点就让我们 非常非常难受了 如果有这种玩家出现 我们待会一定要优先杀他 因为他是对我们 真正有利益的 是要置我们于死地的 你杀我对我们有问题 但你如果要杀我 那我就必须给你拼命了 那么孙策这里死了 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开戏了 实际上刚刚的局面 对我们还是很凶险的 为什么呢 在四人平衡局中 孙权这个武将的嘲讽 是极高的 很有可能大家 打成一个共识 说诶 你是单条王 我要神动你走 对吧 结果这里面打 加血 我很担心了 他们俩打回去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最大的威胁谁呢 相信我不说你也知道了 对吧 最大的威胁 肯定不会是 这个会卖血的敌铁 也不会是神众的加血 一定是这个人 对吧 这个关于党他非常 他谁也不惹 这个时候我们就 一条警惕了 并且他还有个暗将 他是唯一一个 一定有能力 给我们赞交的 因为他有一个暗将 如果这个暗将 出来一个黄人 已经出来一个姜维 那我们包括你的奖费 我们就没有那么轻松了 虽然我觉得 我们也占优势 但却没有那么轻松了 而这两个人 现在我们是完全不用怕的 所以这里一定要小心 我看一下他身内 也有个磅口 但是这里 他不打我们 我们绝对不能打他 对吧 因为你现在打他 吃不掉他了 反而你打他 很可能招来其他人 那会一起打我们 就不好办了 这里如果要开战 一定要占据一个 道义上的优势 虽然国家不存在 什么仁义道的可言 但是你面子上的工作 还是要做独 对吧 咱们哪怕做流氓 也要做一个体面的 有身份的流氓 这里还是 他不打我 你就不要打他 那么接着我们这个手牌 还很好了 你不去制衡都是可以的 这里你制衡的话 反而有可能会给别人 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两个打那么狠 你在那给自己说装备 看戏 不让别人还不开心 所以不如 在你手牌比较好的情况下 你就不知否得了 老实际地待着 尽量别让别 注意到我们 好 贾雪一句睡觉了 赶了这个贾雪是 不想玩的 我们作为黄盖 肯定是把这个桃子抢走的 对吧 不可能把桃子给关羽 不然我们哪天想 一拨带 金三条 这个关羽狗玩的 就很讨厌了 这里还时间起牌过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但是我们这个手牌 你也看到 我们是有充足的 自卫反击能力的 如果有人敢敢侵犯我们 我们马上能够换椅子 你看这个关羽狗打我们了 那这一轮 我们就可以明正正地出来 搞事情了 可以打关羽 我们要作为黄盖 手用两个桃子 我觉得还是能干出一点事情了 那么贾雪死吧 但是就是三人局 我们特别担心 就是这一点 你看这个离点开始打我们了 这里我们就觉得很不妙了 这里还是想优先的 去搞这个关羽 好 那么这里开始动手了 放快一点 这一局你看 我们打了多长时间 那么有团圆节一还不错 回离席 但是这里又一直 就搞不到那个谁 关羽特别讨厌 那我们想算了 搞不到关羽 我们就打这个离点吧 因为你看我们这个牌号挺好的 一个决斗 那一许 那么又要进攻一下 看一张杀能把他打死 又一个决斗 那我觉得这轮可能有之后把他打死的 两三四一有九 那这个时候 实际上这个局面对我们来说 就非常非常被动了 因为我们这一波打不死的 有可能会被他一起打死 但是呢 关羽这个地方去 借了他的刀 没有借我们的刀 所以这个你看 这个离点可能觉得 关羽是一个 有一个举动 那么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那你既然不杀 我就马上把你打死 因为我知道关羽他将是谁 我知道关羽这里是一个旁统 对不对 我觉得他对我的威胁应该不会太大 我觉得 虽然我们孙权现在只有两极绝 当然我们状态这个装备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可以打 好 那么技术单挑就很有的讲了 技术单挑以后 孙权单挑怎么打 一个阻力 慢 再慢 非常慢 一定要把你的节奏控制到最低 不要给对方去互报 不要给对方任何可能打崩你的机会 孙权的输 百分之九十单挑都是浪输的 我告诉你 孙权这个武将 一旦进入互报的节奏 他就相当于是 把自己最擅长的那一部分给放弃掉了 因为你一旦进入互报的节奏 很多时候你的手牌 是打不出收益的 对吧 你比如杀害一刀被闪了 那这个杀有收益吗 没有收益 孙权我们的优势就在于过牌上的大 所以一定要让你的每张牌 都发挥出他的最大的收益 比如说 手牌逼出的时候 绝对绝对不要去输杀 因为你出一张杀 紧紧抄的就没一张闪而已 而你的一张牌的作用 可不只是一张牌 孙权的一张牌 在于别人的两张牌的过牌量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 为所为所再为所 不要任何的输出 除非你手牌逸出了 不然绝对不要输出 这个时候就是 在保证防御的情况下 什么叫保证防御 手里一定要有闪 一定要有无蟹 最好还有桃子的情况下 然后进力过牌 这个时候就发现我们黄盖的作用了 对于一般的读情 刚才那个作用是很无奈的 因为我们手里也是 血多牌少 而黄盖呢 可以把这两张牌变成四张牌 一下子我们手牌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好了 那么一旦把一开始 那两立者的那个危险状态 渡过去了以后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说是 一片坦途了 你看我们现在的手牌 有杀有闪 所以这个防御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那么这个武器 能不装尽量不要装 这个也都不用说了 单挑基本功的问题是吧 装了牌的戒刀没有兵 那么这个武器都可以直接制衡掉 我觉得这里就是不惜 现在大家的过牌 你要出牌的话 请指出高收一牌 什么叫高收一牌 顺 无中 冰凉寸断 某些情况的勒布斯组 然后这个对面有武器的时候 他拆 还有有要的进攻 这种牌属于高收一牌 然后无限是必须要留的 因为孙权单 你只要想扩大你的收益 就一定要去控距离 对吧 尤其是对面在摸 这个摸牌牌 但是旁统严格意想上讲 不能算摸牌牌 还是有过牌 但是过牌的跟我们比较差很多 所以我们这里去选择 控距离这个战略 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前提一定是 保证你的防御力 把你的手牌 全力制衡 什么南蛮什么万剑 火红统统不要出 一定要有闪 一定要闪 那么这里没闪 但是只要有拆 那也不错 那么闪电这种牌 就可以直接丢掉了 当然这里没有一出 就不用丢了 因为比起刚才丢闪电 我觉得还不如杀菜一刀 还能好在一张闪 对不对 好 那么这里又拿一张杀 这个地方还是挺hard的杀中的 那么既然没有杀中就可以了 这一轮我觉得我们过到闪 应该还是很容易的 四张牌一过 是吧 再来个这个一大牢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那么这个勒布斯鲁伊勒 连弩没有任何必要装 你说你黄盖拿了一个嘟嘟 没有任何必要 你突就能突死吗 他这个旁统不一定的突死 但是你一旦选的连弩嘟嘟嘟 就基本没有回头路了 因为你黄花狗把自己 搞得一个很差的状态 所以这个连弩直接丢掉 我们不需要这个连弩三尊卷 就足够打败他了 那么这里还是就是 有陶子的时候可以考虑苦一下 当然这个时候 手牌赢这旁锅就不要去苦了 陶子留手里 好 那么他现在已经开始被我们控距离了 一旦他被我们控制 我们这个牌杀就会蹭蹭的往上涨 那么这里还是先出桃源 万一他有无限的 跟母无限了怎么办 对不对 好那么回满了 这里来了个好东西 冠石斧 这个东西就不怕 我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多余的手牌 都可以换成输出了 这个就让我们更开心了 虽然没有冠石斧也无所谓 但是有关手牌 会让我们的这个营免也会更大 不然我们这个 可能胜利来得更快一点 是吧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可能就是手牌也会溢出了嘛 到其实情况下 有黄盖的情况下 手牌可能会多 是吧 那这个时候还是说 不要说截得去万剑怎么样 先过牌 一定要先过牌 因为你根本就不需要那一刀 好那么这里放快一点就可以 因为后面的节奏都差不多的 虽然这比赛还打了20分钟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这个关羽庞总 是不可能有任何机会的 他这时候唯一的希望就是闪电 所以因此我们也要把过牌量 尽量的增大 尽量让自己手里留一张顺 或一张拆 这样一旦 他摸到闪电 我马上给他拆掉 不给他任何的机会 无限已经让他留一张的 借用了桃源机可以开个桃源 然后这个把它冰上 那我去拆掉冰上 包括你刚才也看到 我们勒布斯主一直没有出 就是想到他那个 涅槃的那个时候才出 因为关羽待会儿 他的涅槃会是他唯一一个 唯一一个什么 唯一一个他的翻盘机会了 他现在每回过牌量是只有两张的 但是涅槃能够和过牌量能让五张 那有可能那轮就摸一个拆 摸一个顺 摸一个远交了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打两敌了 可以随时把它打进涅槃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开始准备 注意了 不用急着把它打进面牌 把它先控到两敌血再说 因为一旦把它控到两敌血的话 他的这个手牌上剑就会非常非常的尴尬 每屋手里存不下牌 那这样的话 他对我们的威胁是非常非常小的 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多一样 还有一会儿 把自己的状态 不是说状态好 因为我们状态已经足够好了 是吧 我们找到勒布斯主 然后再去进攻他 这里就是根本根本不需要急 对吧 玩孙权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把他的阶段放慢 再放慢 不要给对面任何的机会 孙权要让我玩书呢 那真的就是脸的耻辱 OK 那个宜德劳这种牌 我们一般作为孙权是不用的 因为我们又制衡在 这个宜德劳要是个副手艺的牌 根本就没有必要用 OK 你看这个拆来了 那么一滴血 这个时候不用去勒打 因为我觉得他两张牌 他也不太可能摸到个武器什么的 摸到了武器也不怕 毕竟我们只有两张武器 他只要摸不到高紧 高手艺简单 我们就不用在乎 这里就等他逆盘内论 给他乐上就可以了 他这样摸桃子随便摸 你摸一万个桃子也没有用 因为这个大趋势 是在我们这里的 这个游戒的节奏 是被我们牢牢给把控住了 这也给他对面一个教训 就是说你打孙权 必须要把孙权拉快 不要给他这种传奇的机会 一旦让他把这个节奏放起来了 你后面就基本上 就再没有翻身之地了 因为这个孙权只要会玩 他会把你折磨得欲先欲死 好吧 那么这里的话 把他最恐怖的涅槃那一波 已经过掉了 就比较爽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手牌状态不是很好 所以这轮一定要先稳住 对吧 因为我们手牌连杀都没有 这个时候万一来个南蛮 我们掉血的时候 我们是不开心的 那么决斗也是不需要用的 可以丢掉就可以了 火攻我们这里就不用打武器了 因为这里武器还是要防着什么呢 防他万一出现的顺拆 火攻他对他是很伤的 而我们过牌量 过桃子也不是那么难 这里要活血就一起活血 也不要紧 因为我们的血 比他的血宝贵得多 让他回忆地鞋 他也干不了什么事情 那么装个简易码 就给你拆掉呗 我们有一万种方法 对方法对付你 是吧 那么这轮牌很多了 可以考虑苦一下 希望来一张杀这个时候 不然我们这么多牌 也要浪费了 对不对 那么一个乐 乐的话也能 一张牌也不错 OK 那这个时候就比较轻松了 就有杀 就OK 好 那么这个时候 要跟大家说明一个情况 从第三十三分钟 到第五十三分钟开始 你们可能看不到 但是我们哪打 就看得很清楚了 这个官吕一直在烧绳子 什么叫烧绳子 就是说他每一张牌 都等到最后一秒再出 因为他知道打不赢我们了 就开始做这种举动 所以这个举动 是非常非常不到的的 所以大家不要说 我们这些鞭尸怎么样 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因为他前面已经 只能拖了二十分钟 不然这局不会打这么久的 这局应该在四十五分钟左右 游戏能结束 为什么打不赢这么久 就是因为他这个 15秒的出牌时间 他每次都给你用光 是吧 他每次都给你用到最后一秒 赛出柜桃 最后再起个牌 因为他打不赢我们了 就不断拖时间 可能也是恼笑成怒了 所以这里最后一下 你说是编尸一号 也是怎么样 也是没有任何话 可以讲的 对吧 这都是自作自受 对不对 所以这一局 看到了一个孙权黄盖 这么一个组合三挑 那你可能会说 这个组合三挑 他强不仅仅是孙权 黄盖也很强 确实 一个会玩的慢苦黄盖 搭配上孙权 也是很不错的 这个对孙权的加成 是很好很好的 所以你看到 吴国的四血武将里面 对孙权长时间单挑 我觉得加成 比较大的几个人 吕蒙 这个不用说了 孙权吕蒙是属于单挑的boss 孙笨 这也不用说了 孙色孙权 我们第一期 这个经典组合教授就讲了 是一个单挑非常非常强的人 然后黄盖 是吧 黄盖的话 单挑 由于有这个优秀的 雪牌转换能力 也能让孙权 这个打得更像游刃有鱼 那么甘宁 也是让孙权 喜欢像我们这种 喜欢打达猥琐的孙权 会有更多的这个 发空间 对吧 很多时候就根本就不用杀 你就拆对面的装备 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蒋青 这个武将也要说一说 蒋青这个武将 单挑是有牌插的 这个武将跟配合孙权 单挑是非常非常恶心的 因为他每轮还能 拆对面一张黑牌 还能看对面的牌 这个是很不错的 那么 相比较而言 孙权嘛 也还行吧 也有一定的向性和孙权 塔尔茨的话 就差了一点 因为塔尔茨和孙权 都属于耗牌的武将 相性不是特别好 但是搭配件 总不是很差的 而周泰呢 对孙权单挑 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加成 因为孙权一旦进入不区 也又处不大了 就跟死人没什么区别了 孙权周泰的作用 主要是在他那个 双断的那一回合 给孙权提供更多的过牌 是一个小爆发 所以呢 我们这局就看一看 这个孙权周泰 这个组合的发挥 好 那么这一局你看到 我们有这个孙权周泰 就不用说了吧 张脚袁绍是没什么好选的 好 这一期就没有上一局那么慢了 OK 那么这里的话 要注意的是 这一局是一个 试备片的录像 所以你会看到排队 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哦 应该要做好这个 准备 好 那么这个邓岸 也是强行抢一个手量了 真不知道是个赏心态 然后消悬四季 行吧 你消了前面 我觉得你应该就消不动我了 我就不信你 有那么多基本牌 对不对 好 这个200级 在有距离的情况下 都没有杀当爱 所以当爱这里就没有 没有没有 搞他了 那我明白了 这个当爱就是你不杀我 我就不杀你 那我这里我也不杀你 你看 又不消我们了 挺好的 我们这个手牌 跟善逸总感觉 四层相识啊 是吧 也是杀闪桃男的 这边就跳出了这么一个 一个飞魏 他再有魏国 就会还往这边打 让我感觉他特别特别像一个魏国 是吧 我们队友 我们的大哥大嫂 出来了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灯岸基本上死了 还有桃子去 这个效果 你心也是宽的 好 那边又出来一个 一个魏国 一个寻遇点围 那这里杀他倒不怕 这里流离过去直接 一个驱虎 我也不想去管你 随便给一个 没有让他去 出个那么小的点 就是为了卖这一滴起 那么孙瑟实际上 这里就感觉很容易要死吧 所以希望你们其他人 这个贾许出来 好 他把他杀了 特别开心 这样的话 我们这里就不用挑任何身份了 对吧 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杀那边的 如果我们这里杀了灯岸 可能他就会杀我了 因为我说这个人 又可能是魏国 对不对 那么这个 这个贾许前锋 给了孙瑟 所以很让牌很多牌 但是孙瑟这里被乐 所以这个贾许也是很坏 我们到我们的回合 吃个桃子应该就过了 咱们吃了不用做 室备篇嘛 虽然说这个 多了一个吃令 比较讨厌 但是你要先讲 吃令是什么 吃令无非 它就是一个 用装备抵御的LE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装备牌 也不怕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室备篇是增加了 整整一副扑克牌 可是呢 南蛮和万剑 却没有增加 所以南蛮和万剑 的这个密度 实际上是降低了 其实你算上势力 相当于是150多张牌 设立只有4个AOE 而原来的牌队 是100多张牌 只有108张牌 是只有3张AOE 所以吃令无非 里面的这个AOE的密度 反而降低了 所以我们的防御压力 实际上是减轻的 所以大家并不用担心 说吃为偏上线后 我们打法就会有什么变化 不用担心 该怎么打 还是怎么打 好 那么这局局面 就非常非常快速了 你看这本人都死光了 那么出了一个祝容 让我感觉 是不是有些人 就用一个2的2呢 那我们就看这个人 这个人前面 他是一个什么 他前面跳了一个 飞卫国的 那么这里他要去拆猪龙 所以他应该是一个 飞卫 飞这个 那么他要么是群 要么是无 这里就很担心 他会是一个这个群雄了 所以我们这里 千万不打猪龙了 因为感觉猪龙随时会死 但是我这里去打他 也不合适 因为他有可能是个什么 他有可能是一个 队友 对不对 而打家许呢 我这里又打不动他 我又不想量孙权 所以就先等一会再过 我怕让孙权 猪龙就打我了 可是没想到 猪龙还是打我 那么这里他还杀我 然后感觉他就很有可能 是一个什么 这个群雄了 让他是个黄盖 真不知道认识想什么 更奇怪的是 他这里直接过了 到我们的回合 我们单量孙权就可以了 这里我觉得 因为这里 亮周太 我觉得我这排用不完 那么这里想这个 有杀 能不能把猪龙打死 然后直接进入一个2打1 诶 从脱管了 我觉得很有机会 然而呢 贾雨现在这里有两个桃子 所以这里有自己小子 不要管这个黄盖了 不要管这个黄盖了 让他自己死吧 因为我觉得这里黄盖 如果一死 到我们这盒 到时候我们把这个 周太一亮 诶 又是一波爆发 这就是周太孙权 这个组合的作用 周太孙权这个组合作用 就是给孙权提供一次爆发 这个爆发很可能 是很关键的 因为很可能让孙权 一波猪龙有势 你看 这个贾雨 看我们现在 周太说装弹什么好 周太不是很好 他又没有管我们 结果呢 一个掉火衣衫 把他一掉 现在让我们 可以玩杀这个猪龙了 有火弓在 那我就周太孙权 就死掉了 好 那么这种单挑了 这样的话 我们由于满血 所以现在是个 满状态的兴权 这种单挑 那我觉得打一个假许 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即使你有荣卧盾和马车 我觉得你打不过我的 然而这里假许 上来很讨厌的东西 叫做玉玺 这个东西 示威片出了很久 相信大家也很熟悉了 玉玺相当时 给你一个英姿 并且呢 还让你美国无损 使用一张知以知笔 给他下个英姿 他能不能瞬间 变成一个单挑很不错的武将 更光是假许呢 因为假许的玉玺 是很难很难拆掉的 而且这个假许是 既有玉玺 亦有人王盾 可以说是一个 妖怪级别的假许 那么其他人打这个武将 是非常非常难受的 但是我觉得孙权打他 能不能打呢 我告诉你 隔一打 为什么呢 我们孙权 前面讲过了 孙权单挑的 最大风筝是什么 就是气可能的拖 气可能的把节奏放慢 那也就是说 我几乎不会进攻 他前期 在我状态 状态足好的时候 我是不会进攻的 对吧 除非我状态变得更好 不然我是不会进攻的 那既然我都不会进攻 那你假许的这个 神王盾的作用还大吗 就不是很大的 对不对 那基本上也就是一个 单英姿 加一个帷幕的假许 对吧 包括你说帷幕 我们孙权 也是可以把这个黑喜囊 给支横掉的 所以帷幕对我们这种有用戏 那么一个单英姿 打孙权 打得过吗 当然打得过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节奏 放慢 再放慢 面对一个前锋 你跟他互报 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我们这里 虽然排队这个排队中 红顺 红差的密度 变得更低了 但是我们孙权的 固排量摆在这里 只要我们慢慢打 这个东西早晚能过到了 他现在有预期 虽然我们会比较难受 但并不是打不了 毕竟麒麟功能射马 不能射我们的目流流嘛 对不对 我们这里可以把 把这个多余的牌 装到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马车里面 那么这里要 注意的是 在你没有无蟹之前 如果你想存马车 尽量存那些最美用的牌 因为这个马车 随时可能会被拆掉 所以我们这里 就把这个鞋链丝 但是你看这里有无蟹了 无蟹是可以存进去的 那么这里来八卧阵 我们也很开心 这里我们没有吃陶子的原因 是想 万一待会过到那个什么 过到一个团圆结议 对吧 就很赚了 这个时候我们不吃陶子 最大的弊端 就是有可能会被他乐 但是呢 既然我们有无蟹 所以不是很胖 那么这个 还是那句话 进攻牌 尽量不要去无蟹 肯定会优先拿我的马车的 是吧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说上八卧阵 只要八卧阵开始盼红 我们这个手益 就会蹭蹭蹭的往上涨 对吧 当然这个八卧阵 现在还没有开服过 也要难受 这里一定不要去输出 不要说你有还没见了 就去杀他 他这个经过玉玺的固牌 他现在是很多的 你去杀他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除非你手牌一出了 并且马车都存不下 不然千万不要去杀 全力防守 做好防守 孙权就是一个 无蟹可忌的武器 所以这个时候 红扇直接换 不要有任何的犹豫 是吧 无蟹可忌这种牌 能存尽量存 因为你待会 可能待会手牌又那个 发现存不进一出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 反而要弃牌 就没有必要 所以无蟹可忌这种牌 看到了就直接存马车 不要有任何犹豫 因为假许 是没有能力 在绕过 无蟹可忌的情况下 拆掉我的这个马车的 除非你触发 天方的死剑 可是你现在 我根本就动作不动 你这个死剑 怎么触发得来呢 你说你的闪逃 真的有办法被弄掉吗 我觉得是很难的 而且它是假许 所以闪电都挂不上去 所以很开机 那么这里 这个白银狮子 也是丢掉了 因为我根本就不想 去怎么样呢 不想去 换掉八卧阵 那么注意 这里 我们马上要洗牌了 所以呢 这里实际上可以 有意识的 我们把黑色的这个锦囊 往里面存 因为这样的话 下一轮洗牌 他们就不会带进去牌堆 那么下次牌堆里面 黑锦囊 你看你看 我们果然来红柴了 所以这个阵是早晚回来的 我们过发量这么大 根本就不用担心 它预计也不用 它预计也不可能 过发量比有顺序很大 对不对 你每合合过三张 我每合过六张 你拿什么给我比 是吧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就很有意识的 把这个黑锦囊 给存进去了 这样的话 下一个牌堆中 黑色锦囊的密度 就会大幅降低 假许的这个强度 将会进一步削弱 你一旦的文末的作用 都不明起来 你还拿什么 跟我打开 对不对 那么这里 因为我们这里 根本就不想去输出 不用管它可以了 你看我们马车 一旦存起来的话 这个后面就 更加更加的难 难打了 这个队架学来讲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常打军长 你就应该已经知道了 马车这个东西 加进入这个牌堆以后 就是使得那些单挑强将 会变得更强 弱将会变得更弱 因为谁容易过到马车 自然是强将容易过到马车 同理 另外一点就是 这个马车是一个 快节奏牌 还是慢节奏牌 马车是一个 慢节奏牌对不对 马车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 这个 这个 猥琐的 更好好的机会 反正我有杀我也不出 我有存马车里面 像吕蒙一样对吧 那么 是强将还是弱将 更希望节奏变慢呢 当然是强将 对不对 因为强将它有排差优势 它更希望节奏慢一点 让自己的排差更明显一点 而弱将呢 则希望快一点 把强将给打起来 取加下去 这样的话相当于是 把你拉到和我 一个同样的起跑线 然后用一个丰富的 经验击败 所以有这个 马车以后 对于我们单挑 也是加上非常大 所以说 可以看到 试卫篇的两大单挑神器 就是第一 玉玺 第二 马车 当然呢 玉玺还是更强一点 我们这局顺选 如果有个玉玺 它能拧得更快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每一回合 在保证 存了马车 并且手牌 还一出的前景下 再去输出它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又是有 非常明显了 不过贾许 不知不觉派越来少了 所以它这里 实际上有机会 通过自己改变 手牌结构 从而触发这个死剑 是吧 因为我们这里 根本就没有 杀杂的什么意愿 所以它这里 有可能会触发死剑 那么你如果 触发死剑的话 是有可能 把我马车拆掉 但是这里 已经无所谓了 由于物以成舟 我们的这个优势 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即使你拆掉 我们的马车 你也打不过我们了 一个这个九杀呢 我们就闪 是吧 那么除了藤甲 我说实话 我也 你不怎么判你 你看孙权的货帮很大 所以这个马上就洗牌了 如果到时再洗一次牌 牌队里的黑起弹 会变得更少 才有一些更难赢了 这个无中生 我都没有必要 给它打不起了 这里无血 只用去防车的顺拆 就可以了 他应该是没有任何机会了 这里把天下拆掉 就是可以对它起杀心了 那么鉴于马车里的牌很多 可以用马车的牌进行输入 好 火攻 那看来这一轮 一个九杀 有 看来可以把我的马车拆掉了 那既然拆了马车 你就没有防御了 那我就直接 改变模式 记住 互爆模式 孙权的另外一个状态 就是互爆状态 孙权在排除够多的情况下 打互爆是很厉害的 是吧 我们知道 田锋这个武将 他打那个 这个中速局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会会把你爆的时候 把他的排差 打得非常非常大 可是孙权呢 是一个能够把节奏 从最慢 调到最快的武器 刚才有可能的很猥琐 下一秒 我就可以 转化成一个疯狂进攻模式 在热模式下 我觉得你家与田锋 是活不过两回合的 是吧 所以我们轻松 就怕打死了 这一局的话呢 不仅仅是看了孙权单挑 而且这一局的话 就是基本上 就是个单孙权的问题了 没有上一局 黄盖的问题 这一局就是完全单孙权 给大家展示 我们先领个礼包 展示个单挑的实力 在对面也是个假许 有人王队 有预袭的情况下 充分了告诉大家 谁才是真正的单挑王 对不对 那么此外这一局 就是更多的 还看到了一点 就是我们这个量将 这个 如何让孙权进单挑 所以周太这个作用 还是很明显的 你不要小看周太那两张牌 周太那两张牌 就是那两张牌 就能够让我们打进一波爆发 是吧 所以大家也看到了 一个小亮点 就是这个 调虎离山 起到了关键时刻的 一个玩杀的作用 挺有意思的 调虎离山这张牌 看起来没有明显受益 这个牌是我觉得 设计非常非常好的一张牌 这个牌就一定要 大家开动脑洞 发散自己的思维 能够有很多很多 很奇妙的用途 这个还是要 需要大家这个 慢慢的去挖掘 去总结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张牌 好吧 那么本期我们就只要看了 两则孙权单挑 这个视频比较长 因为孙权单挑 我们说过 节奏非常慢的 非常非常慢的 如果还有什么 告诉大家的建议 就是玩孙权单挑 一定不要急 一定要把节奏放慢 再放慢 我每搜一个无国人 死掉了 看我的队友 用孙权单挑输个别人 我都非常非常的心痛 这么好的一名 将被你们活活的玩唱了 虽然孙权这个5点 大家都知道他是单挑王 但是目前 在我看来 目前这个路人环境中 能把他用好的玩家还真不多 很多人的孙权 连夏侯敦都挡不过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需要大家去反思的 这个武将 一旦用好了 他是绝对不会辜负你的 好吧 那么大家如果作为宣传对手 也知道了 就是尽量把节奏拉快 尽量去压他 让他没有机会 把自己的排差拉起来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本期 杂谈关系的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福布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